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背影广安教育学院 我是Tim 今天是第52集Q&A的影片 在影片内容里面 今天是比较偏on premise的内容 也就是有客户跟我反映说他 最一开始在部件完成之后 server 部件完成 到用户端开始装 他在装反映后climb 但是他不知道 哪些climb已经 装好哪些还没有 他想要快速的去 得知这样的资讯 有没有什么办法 那在这边提供两种方式 让使用者去做到一个 查询 快速查询的方法 也就是今天影片 要跟大家说明 的一个内容 我们如何去快速的搜寻 已经注册 好的一个使用者 那在注册这边的话 第一种方式 当然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透过我们的管理界面 在管理界面里面的话 请透过管理员 登陆到管理员模式里面 使用者的user profiles 它里面有个list of users 使用者清单 我们可以看到一笔一笔 每一笔不同的使用者 那么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对应的使用者之后 我们去查看 在它下面它有一个叫做受保护的装置 也就是说 这个使用者今天如果 已经注册了 可能还在它的某一台机器上面 注册完成的当下 这笔记录就会全部 的直接统一到我们管理界面 到我们的伺服器上面 我们就会有这一笔 注册好的记录存在 假设这个使用者 他还没有出现这一笔资讯 请你赶快赌注他 去做注册 代表他还没有 去正式的启用final token 那么如果今天要透过管理界面 这样一个一个去看 也许要花一些时间 那么有没有更快的方式 答案是当然有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用一个 on-premise的环境 db在你的企业内部 你可以去做到自己 的管制的话 那我在这边是以mssql 去做一个范例 首先我们mssql里面 一定要用一个 sql studio 在这个studio里面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 我们可以去设定 的一个查看资料库 的内容 这资料库内容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 你必须要去先登入 你的db的位置 输入sa 的账号密码 做验证 验证成功 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页面 第二 你就输入了一个 透过在db里面 新增查询 的资讯 在这边的话 我没有直接显示在上面 如果大家有需要 欢迎透过任何方式与我联系 我 可以直接提供给你们这样子一个查询 的sql 在里面的话 其实不外乎就是找 db的栏位去找到使用者 还有使用者ID 装置 跟装置ID 这样的资讯 你去搜寻之后 请你点上面执行 因为你sql已经打完了 你点执行之后 在这个最下面就会显示 是当下在db里面 使用者所注册的装置 有哪一些 哪一些使用者他已经 注册好 反正或可爱 你也可以直接一目了难的 透过这个db 快速搜寻的部分 搜寻出你想要 的结果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当你搜寻完成 你就可以直接 快速的 知道说 哪一个使用者 我同事还没装好 你就可以透过 赶快去跟他讲 并且去 请他安装完 你都可以不断的 一直回来这边 去做到查看 去做到了解 所以针对今天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通过上面这些方式 与我联系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留下你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人 为你解答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啦 所以你今天只要透过 我们的 MS SQL Studio 去快速的就可以找到 一些使用者注册的 装置有哪一些 当然使用的部分 不止这一些 我们只是 客户有反应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快速的让 透过影片的方式 让大家能了解 除了你透过管理界面之外 你可以透过DB 去翻 去撈资料 只要你看 DB 的一些架构 其实 对你来说我相信 那不是一件难事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 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击 右下角这边 的订阅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不定时推出 全新的影片 今天可以把右下角的小铃铛打开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 by bwd6 by bwd6